LUIS MOTOR 大家好 我是阿全 今天又來到LUIS MOTOR 今天要勸誰敗家呢 今天就是那一位 不是在改車 就是在改車路上的那個男人 騎著叉妹到處亂改 有沒有看到 裡面那一位 就是那一位 就是這一位 不是在改車 就是在改車路上的男人 我最近沒有改 你少來 你只是放著沒有空 對 我把廠商報名一點 我就說你沒空嘛 對不對 那你聽說你要野營是吧 用一下禮拜 那 就一定要用一下我們家的包包啦 對不對 對 沒錯 就是我 好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去二樓吧 二樓 專櫃在二樓 走走走走 好就是這邊 整櫃 這一區就是我們家的東西 對 我們跟他們的關係太良好 所以就有一區是我們的 對啊 那基本上啊我們家的包包 然後你如果要去野營的話 你的要求應該就是大 對 然後可以綁在車上 可以綁在車上 可以綁在車上 又大又可以綁在車上 來 這個是 弱的包 這個 這個可以背也可以綁 對 但它就是 比較小 小一點 它是30公升的 對 因為30以下的應該我就不會跟你介紹 因為你要去野營就是要大 就是 我覺得大的起跳就是30以上 就是一般檔車其實是比較推薦 最大是怎麼大 至少就這麼大 就是可以背的 然後也可以綁 對 但是 JX就可以繼續環島 JX已經可以 因為我自己那時候騎DRG去環島 也是用JX 然後再來就是 在這裡 JX 對 TX6 TS 其實原版還有一個圓桶包型的 對 這個就是破40的 對 就是方的版本 這個是我們家之前就是這個設計師的得力作品 所以它方的跟圓的 啊 方的跟圓的喔 其實都可以綁 對 它的要求都可以綁 然後這裡也可以背 但是它因為主要是綁 所以說它背的功能就比較薄弱一點 對 其實我們可以拿下來看 它背帶是在 其實在這一面 我們把它放地上好了 它背帶是在 我記得是在這一面 喔看到了 對對對在這裡 它全部都照在裡面 那你假如我第一的時候 我這一塊要怎麼抓 看你要拆掉 還是說就把它當電背都可以 喔 就直接把它藏在背帶底下 沒錯 背的話就是這樣一個直筒的 對 就背起來會變直筒的 嗯 因為其實你應該有看過類似結構的包包 其實我自己有看過啦 但是他們的開口是在這一面 嗯 是朝外的 防水性會比較差 防水性一定會比較差 那我們家的包包包是設計成就是 是在背的這一面 然後你綁的時候呢 對 因為雖然說我們已經用防水拉鍊了啦 但是我們還是怕說你可能用久了 會有一些疑慮在 那所以說我們就是 就是多設計一塊這個靠墊 然後它也可以防水 就是把它蓋在上面這樣子 然後它這麼挺 是因為它裡面有做隔板 可以分區放到嗎 其實不是就是把它弄挺 然後撐起來 因為這種包如果你讓它扁扁的會很醜 哈哈哈哈 完全是視覺上的考量 對 像我現在要拆的話 就是先開這個 對 這個先蓋你要先把它拆掉 然後這邊是背帶 這邊是皮帶跟背帶區 對 你要一個一個把它解開 這個是最完 剪個遊戲 沒有這是最完善的版本 然後胸背帶把它解開 對 然後就是就是那個它的蓋子了 所以它是拉鍊的 它是拉鍊的 它是拉鍊的 對 這邊拉開就是它的本體了 喔 所以它就是靠這個把它的包包撐起來 對我們裡面有做那個隔板 很大耶 這應該塞東西拿來補上的 應該沒問題啦 應該沒問題啦 對我們會買很大的 我想說我就是這一個要拿來塞到 所以才可以 因為其實我們更之前 它有說一個更大的包 但那已經絕版了 那太久了 因為偶爾我自己又拿來背裝備 這個不是 剪壓背帶嗎 這個不是 這只是這個鞋背 我們還有附一條鞋背帶 單肩背的時候你可以用 如果這個不夠用 你就去買那個剪壓背帶 對 但是我們其實這一塊做蠻厚的 你可以壓壓看 就有做海綿在裡面 它比較硬 因為像這種包包 你假如說太窄的話 你就會在肩膀上 這樣我做的包包 太軟了 壓著就會很痛 然後你這個 那你這個面比較關的話 它的支撐的面積比較大 你救了才不會痛 沒錯 對你看超硬的 然後裡面 就有很多配件 有綁繩 這邊就是綁車上 這邊就是綁繩 對 重點是這個綁繩 所以它是綁在哪裡 這裡嗎 這裡 裝第一扣 其實很明顯 我就直接把它繞過車下面 對 或是繞過坐墊底下也可以 沒錯 就是看綁繩夠不夠長 這樣子 OK 我會建議 就是你把它放到你的後座的時候 就是兩條 它前面後面各兩條 你就兩條 往前面的腳踏 各綁一條 它就不會往後 它就不會往後跑了 因為那是固定點 後腳踏那個 對 不會往前滑 沒有沒有沒有 你綁前面是不會往後 你綁後面是不會往前 你綁後面是不會往前 所以你後面要再找一個點 把它綁起來 可以綁在後向上 也可以 對對對 那這樣它基本上就不會動 對啊 這個就是你說的 單背帶的 沒錯 單背帶 這有點像是用腳踏的 沒錯 但是因為這個 這個包真的太大了 它單肩背的時候其實 我覺得 我覺得沒有很好背 所以它最常用的型態大部分就是 雙肩 雙肩 或用直的 對 但是因為它的那個雙肩 我覺得其實 我說實話 我自己是直接把它拆掉 都用體的 對啊 它是可以背 但是它沒有那麼舒服 因為它的結構其實是一個 單 對它是一個方形 它主要還是在收納 這個是讓你可以 可能說 你臨時需要再 你臨時需要背 多一個選擇 這樣子 可以拆 可以拆 你把那個袋子 抽掉就好了 它其實結構很簡單 我們後面 我們後面是有收一點 但是沒有說收到很厚 這樣子 對 沒錯 它也可以裝回去 不會說一把就 就結束了 然後旁邊外面有拉鍊 對 你可以放一些比較 比較不怕水的小東西 因為這種 這種拉鍊 我們雖然說都是有防水 但是就是怕久了以後 它的效果沒那麼好 對 怕還是會滲一點進去 其實我們最一開始是設計層要做那個啦 模擬結構 你有聽過嗎 對 就是那種一些快拆 那種打聲純他們用的那種快拆系統 最一開始啦 但是後來 後來發現說 呃 我們還沒有研發那一套模擬系統 對 就是一些我們自己相關的產品 但是我們就想說 不然就是先做成這一種形式的孔 對 然後就讓大家可以就是掛啊 勾啊自己的東西這樣子 對 就你要幹嘛 比較活用一點啦 比較好快取的東西 就是你可能可以放個筆啊 手電筒啊 還是什麼 或是有掛勾的東西 就直接勾著這樣子 對 我們就是設計成這樣 兩邊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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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它有做這個反光的 這個就是讓你 就是 你如果是橫放的時候 對 它就是這個大的反光塊這樣子 然後其實基本上這個也會啦 對 你背的時候也會反光 對 那我們今天應該就是買這一套的 哎呀 大手筆 啊這裡有提 這裡也可以提喔 對啊 它兩邊都有做的 沒錯 兩邊都有做 都可以 都可以 都要在那邊隨便抓 對不用 就是一個很方便 除非你裡面 只要你裡面東西 不怕倒 基本上你就是隨便擠 就可以直接走 一個就走 對 非常方便 應該就是這個啦 對啊 對啊 因為我們家目前 沒有再更大的了 就以前最大那個 將近60公升的那個 有一個圓桶的 為什麼平常賣不好 那一個喔 就當年講說先直接衝一個最大咖的 結果 那時候 我記得好像做了一兩百個吧 其實沒有賣不好 一直都有在賣 賣得很慢 因為你知道大的包喔 就是這樣 就是大的包大家就是 平常不會理你 想到的時候 對 我今天有需要可能去環島啊 還是我去露營啊 什麼的就是我會需要很大量的 東西塞進一個防水包的時候 你才會買 對 但是其實我們家這種的 已經做到比較生活一點了 所以說其實就已經 越來越多人在買 所以就是我們有發現它到 40以上就是一個門檻 你不會再買更 就是你平常要用的東西 你不會買到那麼大的 對啊 然後還是要看到說要 所以就是我們想到 就是我們想到 越大的包賣得越強 我只能這樣講 因為它不生活嘛 對啊 就是40以下 是比較生活一點的 這個是50嗎 45 45 我記得大概是45 我看蠻多的是水桶的 我都是你最入門的 最入門的水桶包啊 那個其實基本上 套一句我老闆常講的 那個東西沒什麼技術性 他不太喜歡玩 他說就是各家都有 他說那個東西我們 就是有就好了這樣子 所以 我本來跟他說 你要不要做各尺寸 都拿一個這樣子 他說就沒什麼技術性啊 這實在叫人家 消假競爭 對 他說那個沒意義 他說要做就是 做一些有設計感的東西 這阿標是買這個 他買腰包啊 你要看一下嗎 看一下啊 介紹一下啊 沒有啊 你有興趣嗎 我是還好 他是綁在他的後面兩側嘛 其實這個就是腰包 對 這是我們的第二代 然後我們就順便把它設計成馬鞍包 對 因為我們其實 我們的馬鞍包 這是尤塞包 但是 我們的馬鞍包 它其實也是 也是一個測背包 對 然後呢 它來的時候呢 出乎我們的意料 它廠商給我們的樣品有點大 沒有那麼生活 其實也不會 我們那時候就想說 這麼大好像也不錯 因為我們原本設計的小一點 但是等我們綁到車上之後 我們就發現 這樣很嚴重的事情 就它真的太大了 大到就是有些 車綁在車上的時候 不是可能會磨到輪子或什麼的 所以我們後來就想說 啊 不然就是等腰包改款的時候 把腰包也變成馬鞍包 對 就有留一個設計給它 其實就很簡單啦 就馬鞍系統直接穿過後面這兩個扣環 這樣 對 我們這都有做啦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這種東西背起來 久了 不舒服啊 那一定就是要 它沒辦法像中間包 什麼的 沒錯 但是 非常的方便 對 這種 好 沒關係 反正這個 有興趣嗎 可惡 全擺失敗 我本來想說我應該不會買你們家的產品 因為我很厚箱跟超大厚車 可是我錯了 因為我要錄影 哈哈 因為有些東西其實你沒有辦法收 對 塞不進去 你看帳篷跟睡袋就是這個體積 對啊 睡墊就是這個體積 你沒辦法再把它塞進這些地方 沒錯 必須要在一個夠長夠寬的包包 就這裡啦 對 所以這個 你確定夠嗎 夠啊 因為我帳篷我昨天還買而已 你確定就是這個大小 就長度就是這樣 長度差不多這樣 因為我的睡袋沒有滿很大 所以他大概可以 放直的還放得下 就卡可以塞這樣子 然後我還可以塞我的前庫 我覺得我應該在錄影 主要的東西都可以塞 哦 那不錯啊 我老闆一直很想找人錄影 你不是沒有拍影片 就是用這一卡 G5一起去錄嗎 哦對啊 那個是請小老婆他們的 對啊 還不錯啊 這東西 而且我們那時候 設計師的發想是說 你一個不夠就疊兩個 再疊三個 對啊 他就一直往上綁這樣子 其實這種包包挺起來 它有一個重點 就是它除了好看之外 因為有時候我們 可能這個包比較大一點 它東西拆的比較多 那你如果包出來 你再找東西就很難 對啊 它會一直撩撩 啊你會一直翻一翻 可是你如果挺起來 你也可以擠在裡面加合法 或者是你也可以比較分區的 去放你的所有東西 比如說你能夠拿一些 小的分裝袋還是幹嘛 你包包一打開 馬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說 我裡面有什麼東西在哪裡 其實很多人一開始跟我說 你們家防水包為什麼都不做隔肩 或是隔板 我就說 可是你回想你最一開始 可能上大學背的那種背包 它有隔肩嗎 也沒有啊 它有分層啦 就是外面一層裡面一層 那隔板就是有優點的 所以像我自己也比較玩 所以會蠻有像其中一種隔板 對 可是有時候那隔板不一定是 不要的機會 沒錯 但還好啦 其實後來用久了 習慣了以後 你就會知道說 自己拿一些小袋子什麼的 把它分裝 然後全部塞進去都不怕水 這樣多棒啊 就看過了 就是用很奇怪了 但是基本上就是 它公司有這個 停起來的外空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是我們 我這是 這個東西是我強烈的要求 就是說這個 定型的這個 對 我說我不管啊 你們一定要去生出來 我說這個包這麼大 然後又如果說不夠挺的話 飛起來真的不好看 第一個飛起來不好看 第二個你綁在車後面 它整個就是瘫的 就是 因為你不可能長時間都塞那麼滿 塞滿 對 好像綁一頭黑色那麼滿 比較厚 沒錯就是這樣 而且剛剛 不知道為什麼 電一閃一閃的 讓我好害怕 好 那我們下樓吧 對啊 可以了可以了 啊 我在拆自己的台啊 你們這邊東西好多喔 就是 基本上我們家的東西 它這邊就是全系列 對 它就都 很挺我們啊 就都有放這樣子 所以就是 我來勸拜大家的時候 也是說 欸 就是如果可以的話 就來Louis Moto 這樣最快 他們其他的東西也很多 我剛才繞一下 我覺得 那這邊最特別是 有些你其實用裡面 你都會買到的東西 有些比較封殼的東西 其實這一櫃的後面 我記得就是露營用具 對啊 有啊 那邊有些像是那種碎片 對 而且還有花車 一堆 一堆特價的手套 要求我 這價錢 哇賽 有興趣的大家自己來挑 好啦 那感謝姬先生 其實我們是第二次見面 但是他不知道 我們在這裡 照顧拍他 欸 說真的我真的沒有印象 你那時候抽拍的 那時候我就拿著 然後我就到處晃到晃 晃到天之後 我們就開始打賽 哦 這樣子啊 那一次其實我有抽 他們是有那個 就是鐵費的綠售咖啡抽 對啊 然後我有抽 我抽完之後我還跑去買人 想說可不可以抽到神 哈哈哈哈 沒有 好啦好啦 之後我們下樓我們下樓 對啊 那是挺的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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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挺的啊 可是其實看這 車子腳踏也是方便的啊 可以啦 應該都可以 可是其實有一些 可以找助客人 可以 你可以買一個腳踏 不然房在後座你可能覺得太快 你就放腳踏 不然他房選 就是拆了 然後 我 我騎DRG那個時候啊 就是 整咖直接 插在DRG前面 對啊 DRG腳踏那麼窄 他都放得起來 可以 絕對可以 不過你是因為他隨時的空間夠高 夠高 好 好啦 那就先這樣啦 感謝雞先生 就靠你了 哦 就靠你了 就靠你了 你懂的啊 你懂的啊 好啦 就今天這樣 我是阿全 我們路上見啦 掰掰